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害怕 因为今天的专家要来教父母亲用练习的方式来理解你的孩子 将冲突化为沟通的转机 翻转撞墙教育学 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美诊所儿童专助力 我们的童俊哲技术长 童童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童龙老师9月份出版这本《撞墙教育学》 我觉得这名字好贴切 真的 你怎么会用到撞墙这两个字 我本来因为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有问我几个名字 然后我提供了几个名字 好像有四五个吧 那前面都是很正向的 了解小朋友的内心啊 然后知道小朋友的情绪啊 那最后我突然灵光一散 因为我过去曾经在举办教育讲座的时候 然后有家长问我说 老师你的教育方式都很不错 那可以问是什么学派的吗 他要去找书来看 那我想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学派的 因为就是在临床当中跟家长不断地 从这些撞墙的经验里面 然后磨合 然后去找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然后科学的知识 然后最后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玩笑 在跟家长讲说 我的教育方式可能叫做撞墙教育学 是非常响亮 而且很容易记 如果用正规正矩的这个名称的话 可能这本书吸引力好像没有这么的强 但是因为用到撞墙这两个字太贴切了 因为其实在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一路跌跌撞撞 碰墙碰了很多次 对不对 不管是跟孩子跟夫妻之间的 跟很多人我们都是这样子撞过来的 然后找到了一条还不错的路 然后可以往下继续走下去的 好所以今天统头老师要来告诉观众朋友 在这个教养的路上 真的如果你每天都在撞墙 或是在教养的路上你卡关 过不去一直下不去了 真的不要担心 就是专家有一些方式 可以来帮忙对不对 没错 那我知道说同龙老师 你是个职能治疗师 是 后来你又再去深造 对 你学的是哪一个研究所的 我是台湾大学脑语心智科学研究所 是 为什么要去读脑语心智 我觉得职能不是要再去发展更多的一些空间 怎么会去想选这个研究所来说 职能治疗那时候在大学受训的时候 它是比较全面的 它可能会有肌肉动力学 它可能会有心理学 那主要就是想要帮助个案 就是需要帮忙的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那时候对于就是神经科学真的非常有兴趣 了解 所以就想说再去多了解大脑一点 然后多了解一些大脑背后会产生的机制 或者是为什么小朋友会有这样的行为 是 所以这一本《壮强教养学》 它的几个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会是图文 就是家长可以搭配着图 有图可以看 可以更了解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还有它又很特别是用12个练习的方式 来理解孩子 没错 所以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练习方法 是 OK 所以今天就要请同楼老师好好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真的在教养路上 你看到每天要接触很多的家长 没错 很多形形色色的孩子 对 什么疑难杂症的你都会碰得到 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其实你可以体谅到 父母亲在面对 即便他只要面对一个孩子 他都会很多的问题 是 所以怎么样给一些家长 在这个书当中 你真的可以去找到一些 你可能现在马上就可以用得到的一些法宝了 是 那这本书会叫做撞墙教养学 也是希望大家在看书的时候 以问题点当作出发点 是 因为有些教养学可能就会是 我们先了解孩子内心 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然后一步一步来 但是对有些教养来说 这个历程可能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先点出问题点是什么 比如说我想要解决的是动机问题 我想要解决的是情绪问题 我想要解决的是小朋友拖拖拉拉 那这个问题点看到之后 我们书里面就会教一些分析的方法 然后最后借由练习 然后在生活当中 一步一步跟小朋友去做调整 是 所以问题明确了 家长就很容易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 是属于哪一面的 没错 直接进入导向 所以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尤其我在 你们观众朋友去看网路 或是一些亲子文章的时候 其实对打击父母亲 最头痛的一些教养方式 不外乎就三大 一个学习 对不对 孩子的学习力 还有孩子的情绪 没错 还有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家长都双心 然后都送安亲 对 那在安亲里面 这个孩子他跟老师之间的冲突 或是跟人际之间的关系 这也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面向 所以 尤其现在又处于一个 我们疫情 现在比较趋缓的 之前很紧张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要在家里 是 所以那个亲子的紧张度 在你们来讲 又会更高 是不是很高 对啊 最近解决的几乎都是 可能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太紧张 然后延续下来 对 大家相处的时间太密集了 太长了 所以其实 童童老师 你觉得在解决这些困难上面 你看到的这些面向上面 是不是我刚刚说的 教养学习啊 还有亲子的这些冲突当中 情绪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没错 然后我书中刚好解决到的部分 比较像是情绪 然后跟动机 也就是宇文姐刚刚讲到的 跟学习有关的部分 是 对 人机的部分就比较少一点 了解 不过有可能就聊到第二集 了解 那我知道你专门是 针对孩子来上课 是 那家长的情绪 家长的那些问题 也会一并 你们可以解决到吗 我们会跟家长一起讨论 当然有一些教养方式 可以调整的 我们就会来调整 那当然有一些教养方式 调整的是 比如说我这样做 我小朋友可能更好被引导 那其实针对的部分 也不只是针对家长 它也可能是针对孩子这样 是 所以像比如说 你们的治疗 你们的大概阶段 大概是怎么样 孩子如果家长 他觉得说孩子真的需要带来 对 跟老师来沟通 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助他们脱离撞墙期 对 那通常进到你们诊所 那你们的疗程 大概是会怎么样开始 是 那要先 要到职能治疗 第一关还是先要 必须医生转介 所以一般他们应该去看哪一科 复健科 复健科 是 好 或是我知道 有些医院叫做儿童的 心治科 没错 对 所以要先去看医生 是 由医生再来评估说 你需要真的到治疗中心去 对不对 对 好 那如果医生转介了 是 就会到你们那边 对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你们那个地方 算是 没有健保 是自费单位 没错 所以他们在一个医院评估完之后 会分两个区块了 一个是到健保 或是看家长自己选吗 还是怎么样 要看医院的设置 有些医院的确有制费跟健保可以选 但大部分的医院还是走健保这一块 了解 但是家长因为健保太多要等了很久 等的时间太长了 家长不愿意用时间就是金钱嘛 所以他宁愿去花一点点钱 对 让孩子先来做一些治疗 是 所以到你们诊所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样接受这个转介来的 如果转介过来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一定会先做评估 因为我们要历清小朋友真的问题点是什么 然后就会看他的问题点 挑选不同的评估工具 比如说是注意力的问题吗 还是小肌肉的问题 然后还是他学习动机的问题 那经过不同的评估工具之后 筛选出我们要找出的问题点 那之后我们会跟家长一起计划一个 小朋友接下来可以安排的课程 了解 所以等于有点像是客制化的 然后了解小朋友之后 然后安排他接下来应该要训练的方向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安排 那一个礼拜通常你会安排孩子 上几天的课或是怎么样去上课 这个考量点可能蛮多的 但我如果是由我本身做建议出发的话 就是以小朋友的严重程度 那当然严重一点 一个礼拜会排到两到三次 那如果说小朋友其实不严重 那可能一个礼拜上一次 那我一定会准备回家功课 让家长在家里可以延续我这边课程 需要练习的内容 是 所以一堂课上完 你也会出来跟家长检视说 今天的课程孩子的表现 还有回去要注意的事项 事实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很重要 要让家长知道说孩子今天得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可以改变了什么 然后在家里继续的能够延续 对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反而治疗最重要的环节是最后跟家长会谈 是 因为有些家长他可能第一个不知道小朋友应该怎么处理 对对对 然后所以在跟家长会谈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先知道一些方向 那这些方向抓到之后呢 家长也就不会那么壮强 那有方向那个家长的情绪也不会那么的大 是 所以一般像这种发现家里孩子有一些状况或是行为有一点偏激的时候 是 其实通常会从几个面向发现对不对 没错 有些时候往往家长不觉得他有问题 是 对不对 都会从哪一些面向他会知道 学校转接可能还是占大多远 所以老师发现的 老师发现的 因为有些小朋友呢 他其实并不是专注力的问题 他是被环境影响 所以家里的环境相对单纯 小朋友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但一到学校了 吃鸡变多了 然后又有同学 然后很吵 然后或者是小朋友本身比较敏感 对 那他可能活动的持续时间就没办法那么长 了解 或他因为很紧张 然后也没办法融入团体 那这个在学校展现的问题点就会比较多 是 但是老师发现问题点 他会写在联络簿跟家长说 他有这些状况 对 那至于怎么样才要走到评估这个阶段 这个要怎么去拿捏 现在我觉得幼稚园都做得还不错 那也是政府可能有在强力的推行早疗这件事情 他们都会有一个检核表 就是小班生中班 中班生大班 填那个检核表 OK 然后检核表上面就会有一些行为项目 那可能如果说史项里面 有比较多项需要担心的 那老师就会建议家长 可以带去早疗评估看看 了解 一些问题 然后帮助小朋友尽早的 尽早发现问题 对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 越早发现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为成效会非常让他顾上正轨 其实他不是学习力迟缓 或是行为发展迟缓 但是只是说缺少一些刺激 特定的刺激 对 没错 所以其实在壮强教养学这本书里面 提到非常多的面向跟案例 那这边就有老师有举出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当我发现我的孩子有攻击力 或是有暴力倾向 因为往往小的 很小的孩子一两岁 他其实分不出什么叫攻击性 或是他只是想要得到他要 所以那个方式你看起来就会比较粗暴一点 对 没错 对 那怎么样去跟父母亲 让他们放心说孩子 这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攻击性 或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有 怎么样去改变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 是 那这个也是我最近最常遇到的个案类型 是 其实你现在很多都是在学龄的孩子 对不对 学龄犬跟学龄其实都有 都有 对 然后学龄跟学龄犬 发生这些肢体碰触的原因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是 比如说呢 那比如说学龄犬比较容易发生的原因 可能会是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还不够快 不够完整 那当然我讲不出来的时候 或者我就会先用肢体的方式去做替代 那我可能越表达 但是越讲不出来 然后就越怨肢体 然后大人生气 小朋友生气 然后两个人就僵持不下 是 但是学龄后就有很多同才的因素了 是 对不对 还有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之间解读错误 所以以为同学要攻击他 对 然后他就可能做出一个攻击的回应 对 或者是他的力道控制不好 所以只是想要跟朋友玩 对 因为太大了 对 太用力了 对 是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 如果发现它是语言的能力 是 这也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没错 有些孩子他的语言发展 慢一点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怎么让家长安心 或是让孩子可以怎么样去建立说 你要在这个状况下 你应该要先怎么做 是 那当然我们第一步会先评估嘛 那我可以再看到家长的主数之后 大概猜一下 我过去的经验可能 如果是这个主数 最多影响的原因会是什么 对 那我就会一个一个来筛选 如果就中了 就是我猜想的那样 那可能就借由那个评估工具 我就筛选出我要的问题 对 那第一个评估工具能没有找到 再找第二个 再找第三个 那几乎按照这个流程都可以找得到 是 所以通常你在看一个个案 或是他来 看完他的评估之后 你要拟定他的治疗方针 跟课程表的时候 是 那如果你一开始设定了这个 你第一堂课发现 孩子可能问题不在这里 对 你会马上去导向转向 另外的一个课程方式 没问题 这是一定会做到的 因为家长当然希望小朋友 问题赶快解决嘛 对 那如果说方向错了 那我们就会赶快跟家长讲说 可能并不是我们当初聊的这个原因 那可能是因为其他的 那我们就会赶快改变 然后让家长也知道说 方向往哪边走是最好的 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是 就是说他从来到离开 对 就治疗完成 这个进步 然后大概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来 有让他有一些成果 让家长也看到 孩子有改变 那如果以攻击行为出现的这个部分 通常其实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我们就攻击行为这件事情而已 我们一开始会先制定规则 让小朋友知道说 你可能你的行为要先符合什么样的规则 那如果是以规则制定期来看 大概都是三个月左右 小朋友的攻击行为就会慢慢下降 所以当他有一些 比如说要跟人家做朋友的时候 你为什么教导他 要用什么样的正常方式去做呢 对 对 那如果以 怎么训练他 训练 如果他是因为想交朋友 但是讲不出来 然后又觉得同学都不理他 然后故意做出一些 自体碰撞的效应 起小朋友注意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常建议的方式就是 请老师先安排一个固定互动对象给他 就安排一个小朋友给他 小天使 对 OK 是 哎呦我小天使了 我就不用引起他的注意啊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主动示好的 是是是对 所以等于是说家长到学校也要跟老师先沟通 这一块 然后一起三方配合 是是 来让这个孩子在学习怎么跟人家做朋友 没错没错 所以通常这个方式是有效的吗 是有效的 那不过我刚刚聊到就是在短期之内 内衣有效的通常都是治标不治本 那对啊 是 因为他还是要自己去交朋友 没错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刻意安排 是 有没有刻意安排他不喜欢这个人 要请老师再赶快目射另外一个小天使 我倒是没有遇过 那我觉得老师也都很厉害 知道要挑小天使可能就要挑比较成熟的 没错没错 然后互动性比较高的 而且他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不会被被就是惹起那个情绪感 是是 了解 所以短期用这个小天使的安排是有效 对 可是中期 如果让他主动自己 是 可以去跟人家示好 对 做正确的交友方式 你会再采取什么样的训练方式 是 那短期先解决他用肢体碰撞的方式 之后呢 当然有小天使了嘛 对 那我们可能就会请家长 在玩具日的时候 带一份桌遊 或带一份小朋友喜欢的玩具 是 然后让小朋友呢 跟这个小天使在玩 那当然在玩的过程当中 别人就会参与了 别人会参与 或者是他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碰撞 那这个时候就是学习社交技巧 最好的时机点 我们会让他知道说 别人没有办法遵守规则的时候 你怎么样讲 就能够解决状况 或者是 其实是你自己不太懂规则 那你怎么样在表达清楚之后呢 让别人遵照你的规则来玩这样子的 是所以这一些都在课程里面先模拟 是 先练习的 对对 他再到实际的学校里面 是是是 去参与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对对 OK好 所以这样一步一步 我觉得你是循序渐进的 没错没错 而不是一下子就把标准设得很高 是是 然后孩子达不到 挫折感就很大 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子妈妈父母亲也看到 孩子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当中 在改变当中 没错没错 好 所以攻击这个时候 有时候是孩子的感觉太敏感了 对 就像你说的 他只是摸一下 你就觉得他要打你的感觉 然后手就有反射动作 是不是这样子 那像这种过度敏感的感觉 孩子是因为什么样的不足缺乏 才会造成他身体上面这么敏感 因为我在临床上的观察 先天跟后天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先天可能感觉过度敏感 在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很常见 是 那后天可能会因为感觉吃鸡太少给了 我们也有看过 是 就是父母亲可能太少抱抱 太少抱抱 或者是太少带出去玩 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太少出去玩也会啊 关在家太久都不行了 对啊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一个 我太熟悉太固定的环境里面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去接受 不预期的一些刺激 我也没有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刺激 那当然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敏感的 是 你最近遇过这样的孩子吗 是 在三岁之前 不是爸爸妈妈 是爷爷奶奶 对 爷爷奶奶就觉得说 三岁之前小朋友抵抗力不好 不要让他出去 是灌三年 灌三年 对啊 是 应该也不是到灌三年啦 就很少出去外面啦 活动空间都是在熟悉的家里面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说他三年来刺激变少了 等到再长大一点 他出去到外面 看到花花世界的时候 对对对 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然后会害怕对不对 会害怕是一个 然后很容易被环境影响是另外一个 因为环境当中对我来说 都是我需要注意的刺激 那当然我就是环境来一个刺激 我就注意一个 环境来另外一个刺激 我就注意另外一个 是 所以现在孩子少指化了 大家都宝贝的要命 是 是 又加上疫情的泛滥 所以都很怕孩子染疫了 对 但是我觉得适当的保护好措施之后 适时的让孩子出去 看看不同的世界 没错 接触不同的环境 对 其实是有帮助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免得以后攻击心太大 对 我都跟家长讲说 补习不重要 真的 出去玩最重要 好的 那情绪这也是一大块 家长的挑战 是 因为讲不听 说不动的时候 家长的火气就往上冒了 没错没错 那家长当有火气来的时候 就不会好好说话 那当你大小生的时候 孩子呢 更有保护力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的亲子冲突就产生了 没错没错 所以怎么去应对情绪上面 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 鼓励跟秘诀 对 宇文姐刚刚提到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 小朋友都会因为紧张 然后就会有一些情绪 那我们在紧张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自动的 那是无意识的产生两种 可能会有的行为决策 一个是想要战斗 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逃跑 对 那所以家长越生气的时候 小朋友就越想战斗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那当然家长越生气 小朋友越战斗 我觉得两边降职不下 而且冲突会非常的大 所以当有冲突有情绪来的时候 如何去引导家长要先怎么样 治理完自己的情绪 再来跟孩子谈他的情绪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情绪都会有一个历程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都不会是最神奇的 对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 然后就有一点 引爆了 有一点点情绪 然后再有一点点 再有一点点 直到最后僵持不下 对 那这个历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建议家长 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先采取一些措施 或者是处理 那接下来两方都不会走到互相引爆的那个阶段 好 那这个措施该怎么做 家长要怎么样 深呼吸吗 还是离开现场 放按现场 练习同理 同理 家长也要同理这个孩子 没错 因为孩子他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情绪 他也没有能力调节自己的情绪 那他的调节呢 其实都是借由家长来帮助他的 所以如果家长在第一步没有做到同理的话 小朋友接下来就会因为情绪 然后越来越多 然后两方就爆炸了 这个同理真的很重要 是 因为我就站在妈妈我的角度 来看你 就是没有做好 是啊 就是每一个人站的立场是不同 不同的 那如果今天妈妈放下身段 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那就是不同的事业 是 所以同理性 那接下来呢 不过讲到同理就是讲得简单 做起来很难 所以我刚才说要练习 是 那练习呢 其实也不一定要做到非常 就是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好 练习的第一阶段 可能就只是把小朋友的情绪讲出来 那很多小朋友就会因为 我知道大人知道我的情绪了 那我的情绪就会比较缓解一点 所以真的是要听孩子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会有这种情绪发生 所以要先倾听 没错 对不对 有很多大人会去说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了 什么什么的 就先讲完了 对 就是要让孩子自己说出来 是 那可是像你说的 有的两三岁口语还不好 表达不完整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让孩子讲出他的情绪呢 是 对 那所以我在书中有建议 如果小朋友讲不太出来 他能先帮他讲没有关系 讲给他听 是 问他是不是这个样子 没错 大家能先猜一下 那小朋友的情绪基本上都还算是基础款 都还猜得出来 不是想吃就是想玩 对对 或者是就是生气害怕紧张那几种 对 那切记一定要讲完之后 请小朋友自己再讲一次 他才学到下一次 我有情绪的时候 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所以即便家长讲对了 还要请孩子再复受一次 是的 对 好 这也很重要 没错 所以他自己讲出来 他会记在脑子里面 是 所以下一次当遇到这样的 同样的情绪在发生的时候 对对对 孩子会去思考 是 上次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没错没错 对 这么厉害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情绪里面 一直跟家长强调的 情绪有所谓的原始反应 然后情绪也会有所谓的学习历程 那原始反应就是我们看到的 他因为不能看电视 然后就会生气 他因为遇到黑暗 然后就会害怕 是 这是原始反应 那情绪接下来的学习历程呢 就是我刚刚跟宇文杰聊的 第一步一定要让小朋友自己讲出来 对 因为情绪的命名才能够帮助他 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了解 是 所以情绪这件事情 要让孩子去正视 是 每个人都有情绪 对对 但是情绪可大可小 是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 我自己下一次 要怎么去处理 没错 我这样的情绪来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从小就要学了 不过就像宇文杰说的 可能没有办法讲一次就回 真的 就是来来回回一个好几次 是 但是父母亲要先知道 我们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然后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同理他的情绪 是 让孩子知道 他今天的情绪来源 是从哪里来的 没错 不要借了 这样子下一次再有情绪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该如何自我解决 是 是 好 这真的很受用 我觉得情绪是从小到大 我们都要面对的 没错 没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对 但是你的情绪绝对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礼貌 那所以这边就讲到 情绪有三步区 对 引导三步区 是 怎么样来做呢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PPT 那我们一开始第一步呢 会先叫小朋友面对情绪 那面对情绪里面呢 可能我们要先做到 就是我刚刚讲的同理 因为同理完之后 小朋友才知道 原来大人是站在我这里的 是 他不是要找我麻烦 他也不是要 要一直 让我遇到问题 对 那我如果可以知道 大人跟我站在同一阵线 当然 大人接下来提供的方法 我就会愿意试试看 是 那有一些大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卡关 因为他可能前面 没有让小朋友知道 我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 对 就太快提出方法了 那小朋友就会觉得说 你还在就是 还在生气 还在找我的麻烦 对啊 了解了 所以其实照这样的步骤来看 慢慢的训练 因为大人也要学习 是 我们可能一次做不好 对 两次来做 三次来练习 是 我们可以给时间 对 让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的引导 可以有效果 没错 好 最后可以告诉我们观众 就是当我真的处在一个 我没有遇过的情况之下 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 先冷静处理 面对 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去解决 是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当然每一个情况 遇到的面向都会不一样 解决的方向也会不一样 那 我觉得把自己的那一个 心态调整好 可能会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当然讲调整心态很抽象嘛 对 我都会提醒家长说 我们要记得 教养并不是让小朋友越来越乖 或越来越好控制 而是让他学会方法 了解 所以我觉得那个调整的方向呢 就是检讨我自己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足够的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小朋友有没有在用出来 因为教养其实就是在教小朋友 我下次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 我怎么独自面对这些事情 真的耶 学习不是为了让孩子 赢在旗旁 我觉得应该是让孩子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生活的日常当中 对 他可以有能力去面对 对 好真的很棒 所以最后呢 撞墙教养学 真的可以帮助到家长 运用几个练习 来改变亲子关系 对 对 好今天真的很谢谢童童老师 谢谢主持人 看见孩子的需求 其实是化解冲突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其实在爱的路上 你我都不缺席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新资助你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